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中国今天早上吴玉景宣布了终止ECFA134项的商品的关税减让 那么他们说将在6月15号开始对于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附件所列的这些润滑油基础油等134个税募进口项目终止ECFA协定税 那么国台办的发言人他就讲到了 他说根本原因是赖清德坚持台独立场 据不承认九二共事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 煽动两岸对立和对抗 还有和经济脱钩锻炼 破碍两岸协商和ECFA的实施基础 但是我国的陆委会主委怎么说呢 陆委会主委就讲到了 陆方无理片面中止 我们表达强烈抗议不满 相关的后果应该是由着陆方来承担 这种对于台湾施压恐吓的政治操作 主要扭曲两岸互利互惠的发展方向 让两岸的经贸可以说是渐行渐远 那么现在大陆在对ECFA下重手 民进党的立委吴思尧就说 你看他就是以伤逼阵 他说中方对台的打压无所不用其极 又祭出以伤逼阵这种一贯的伎俑 代表对岸对于台湾 但是以说是越来越害怕 相信政府部门会妥善的因应 只不过现在ECFA是不是不排除中止了 大陆官媒说不能让民进党享受红利 然后让他又违反规定 因为大陆人民政协报就说了 为直接打击民进党执政基础 将不排除ECFA被中止的可能性 现在听到很多人的耳里是相当紧张的 但我们来看到的是 赖清德专访的时候之前还要讲到 在去年的时候他说 ECFA只占出口的3% 台湾应该要走进世界 当时在选前他接受了报道者的专访 讲到了ECFA早收清单 只占台湾出口的3% ECFA要不要继续 问题好像不在台湾 是在中国 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这个时候你还停留在ECFA的思维 恐怕不是台湾之福 只不过现在大家就讲到了 我网友就讨论 你看这就是赖清德的大礼包 帮你戒毒你还不敢 那么现在塔绿班应该很开心吧 赖岛上任军演断ECFA 他们说真的是笑死了 只不过现在两岸的局势紧张 当然影响了还有两岸的观光也卡关 在线张局福州到马祖彩线团喊咖 政院到大陆的禁团令没有解除 原本6月10号福州到马祖彩线团 为关键的时间点 政府有望评估两岸的关系 在讨论是不是要解除 没想到30号的晚上福州市旅游协会就发出了 明指就驸马祖行动可能要延期了 而我们继续带你来看到的是陆委会说 台湾已经有11万的团客到大陆去了 但你看看大陆 大陆可以说是一团都没开放 而且还对我们围台军演 那么梁文杰就讲到了 台湾今年3月到5月 附陆的团客超过11万人 但你看大陆一团都没有开放 这样的情况下你又军演又WHA的打压 那这都是必须要考虑的东西 只不过现在没有松绑业者就说了 我们明明可以在桌上吃饭 为什么老是要躲到墙角去偷吃呢 他说你看他不会解除这个进团力之后 原定6月出团还可以照常到大陆去 但是现在是以招揽旅客的还可以出团 你不可以再打广告招揽客户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了 这沈柏阳有人在PTT就说了 他还要求国安局要辨识艺人 你是不是自愿舔供 什么意思呢 他说了现在很大一个问题是 签这个政治认同书这些东西 大部分是不对外公开的 我们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他的经纪公司签这个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对于国人来说 对于心战来讲 我们今天要知道 哪些人是被威胁 是不得已的 哪些人是自愿跪上去的 所以就要被网友酸说 你是不是想学共产党的思想审查核心 忠诚不绝对还是绝对不忠诚呢 那么现在网友就有说了 你看现在连舔供都可以有党决定 辨别你是要国安局监控他们吗 有人就说了 为什么他老是在做一些 话重其穷的事情呢 那么现在有人就说了 这些绿营的官员 好像真的没有选的或是落选的 现在官越做越大 像是谁 之前跟亲中国小三的立委赵天龄 那么他后来不是没有选了吗 现在大翻身要当独立董事了 那他去年十月爆出了 这样子的不雅照 爱家形象受损 但现在他要去荣刚了 这荣刚还是一个军工相关的产业 那么赵天龄获得独立董事 网友就说了 天啊也太开心了吧 这样子还可以把共谍接回来 继续挺共 又完美示范什么叫做升官发财 难怪一堆人前仆后继 反正有人就点名了 你看民进党的官员 大家真的有酬庸文化 钱经济不养 王美花现在跑去台心经 要当独董了 王碧胜跑去开芳心当副总 沈容金也跑去开发经当独董 那么再加上赵天龄 大家都说这个绿营的官员 可以说是越做越大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这个ECFA这件事情 不过大陆事实上商务部的声明 他事实上还是就经济来讨论 他说台湾是单方对大陆的 2500多项的产品 采取歧视贸易 大陆在2023年12月21 就中止了丙烯这12个税务 那个等于是在警告台湾 所以你要改善贸易歧视 结果都没有处理 对 所以他进一步加码 就是这次就是134项 我认为还会继续 因为贸易歧视实在太明显了 我们已经举过个例子了 比如说台湾对全世界 开放苹果进口 那为什么唯独大陆的苹果不能进口 你只要经过检疫就可以进来了 因为台湾又不是 这个全世界伟大的苹果生产地 知道我们吃的苹果不是美国就日本 自立法国一大堆 那为什么大陆的苹果不能进口 那现在更讲一个更敏感的 那请问大陆的电动车 为什么不能进口 我们的汽车也是对全世界开放 对 我们台湾的汽车什么牌子都有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就是 你还要把它扯到政治 那秋锤正你就是没有智慧 无事要我们就不管 因为无事要本来就只会讲政治 秋锤正你要知道重点在哪里 你这样杠 那就杠到九二共识去了 事实上今天那个大陆的商务部 他一开始失从贸易歧视讲的 那国台办后来又开记者会 就讲到九二共识了 那结果李秋锤正选择 用政治来跟对方来杠是不是 那大概就没解了 事实上今天大陆做了三个动作 大家要了解 第一个是 ECFA134个项目被列入 就是取消那个优惠减让 那第二个就是 你刚刚讲到那个福州的 那个旅游协会 本来是要来采线 到马祖采线 那本来你也知道 那个傅昆奇 带17个立委去访问的时候 对方就说 先从马祖开始 那只要我们这边开放海上客运 那他就让福建省的 那个省民来台湾旅游 对不对 他就开了一个小门 因为坦白讲赖清德跟对方 双方完全没有信任就开个小门 结果现在连这个小门都关了 就这意思 事实上还有第三件事 就今天大陆的海警船 出现在高雄港的外海 让他故意打开AIS 故意打开AIS 让你看到他 那这什么意思 海警船穿越台海中线 跑到高雄港外海这个非常罕见 一般都是在外岛 你跑到高雄港外海 那是要干嘛 这个不就是在暗示着军演的B 就是封锁吗 因为事实上他讲得很白 他说2304号的海警编队 有四艘海警 未来就是要来从事 船只识别跟登船领检 就是这样 所以我是说 今天是有这三个消息同时出来 那只是 最后面那个海警船的部分 我们台湾没有公布了 可是大陆已经传开了 所以我是说 我觉得赖金泽真的要了解 你今天造成这个困境 事实上还没有结束 所以秋锤镇作为陆委会主委 还是要有智慧 就是你如果都要提高到 政治上的硬杠 旅游 路深 还有这个贸易歧视的改善 你都不面对 那恐怕就会全面都政治化了 那这样就很难解了 好 不过我们要来问一下 巧昕你又是怎么看 尤其是现在禁团令这个东西 很多业者真的是叫苦连天 确实是 那本来大家都希望说 包含是马前总统去到中国大陆 傅昆喜总招又带着很多的 立法委员到中国大陆之后 那两岸有没有春暖花开的机会 可是可以看到就是说 赖金德他真的还是一个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在520的演说里面 我相信他可能有几个版本 但他选择的应该是比较强硬的版本 因为他谈到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而不是只谈到两岸互不隶属 这等于说他在一上任的时候 就用了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个角度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还有蛮多 就是说过去两岸的事情是烂摊子 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处理完的 那赖金德在一上任 其实就等于是变相的是跟国会开战 不管是国会改革的这个无法 然后行政院要提复议 然后又加上赖金德 还在他的脸书上面说 这个支持行政院 支持这些什么活动等等的 又再爆发出原来有所谓的 国家监控人民 这么大的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是 赖金德是不改旗帜 过去在高雄市担任市长 可以几百天不进议会 现在看起来 他想要来进行国情资文报告吗 我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我个人认为 如果他没有要接受 立法委员的咨询 那拜托你不要来 你在总统府或是你直接用直播就好了 虽然目前立法院的职权行事法 他还有几个程序要走 但是按照原本的职权行事法里面 也有接受同问同答的方式 可以去做进行 只要三党能够协商 所以按照原本的方式 那也可以质询 如果到时候赖金德他坚持是 我讲完就要走 那我觉得你直接自己开直播就好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立法委员对这一点 其实都是有坚持的 最后我要讲一下这个沈柏阳 跟这个国安局的这个咨询 因为我也是在那场咨询里面的委员 那我觉得呢 他的这个说法很奇怪 他又想要帮一些艺人讲话 就是说有的艺人他可能也是被逼的 但是他也不是心里真的台独 他不是心里真的是舔共 但有的艺人他可能就是真的心里 就心向祖国叫国安局要帮忙区分 那我请问一下 这不是一种思想审查吗 好 这国安局要怎么区分 你是真的是 是被谁强迫的 还是你是真的心向祖国的 这个对于国安局长来说 这个他自己很多事情都自身难保 还要帮忙去分辨这些艺人 比如说五月天是不是 那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是绿能你不能嘛 我今天绿营喜欢的明星 我就说不是 他一定是受到中共逼的 如果是绿不喜欢的明星 他一定是自愿的 就最后就变成这样 那请问这样有公平吗 这样有公允吗 这样有可能吗 所以我会认为 其实现在看到的包含是 包含是赵天霖 今天有很多人在问 过去好没有办法选了 好像很委屈 可是明明就是因为你搞出一个 所谓中共小三有国安的问题 但现在还升官发财 而且他现在去的这个公司 他担任独董 跟很多的军火相关的这个程序 几乎是听说是有关联的 那你过去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待了这么久 你现在到这个地方来担任独董 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没有 但民进党不介意 不介意 完全不介意 就反正先前要你忍耐一下 选后选上了全部一次还给你 民进党赖清德就是这样的作风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 辉文哥你又是怎么看呢 我为什么插话徐晓信说没有 徐晓信现在就在国防委员会 徐晓信改天你不当立委了 学长再帮你留一条路 以后你也可以去当赌董 你怎么这么傻 那个赌董是亮哥不想当 那是不是要多交点男朋友 亮哥如果要当赌董 我跟妳讲很多人要排队 但是亮哥他也就不愿意去赚这种钱 不过赵天凌我是非常的恭喜 回母校任教 然后又找到读董这工作 我问观众朋友 这个韋佳琪跑离巴掩很清楚 是读董赚比较多还是立委赚比较多 当然是读董 还轻松立委累死还要打架 你看 所以徐晓信 自己要帮自己留个后路 刚刚巧新对这个国庆报告的坚持 我非常的欣赏 可是改口的不是别人 改口是你们的总召 是你们的总召自己说 赖总统不回答也尊重 你也好了 大家在立法院打去 难得通过这个法律 然后你又说可以不回答 这个其实是傅昆琪的问题 不过我就不骂他了 来 观众朋友 刚刚亮哥提了很多ECFA的东西 他有找收清单 也有很多的关税的减让 但这大部分都是大陆让我们 这个不用讨论 其实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两岸的贸易顺差 每年是超过1000亿的美金 是美金 所以大陆的最大贸易逆差是台湾 然后台湾的最大贸易顺差是大陆 所以这个ECFA ECFA这个找收清单 一年就是几十亿而已 我们真正的问题是这里 这个是不敢碰的 在大陆这一块 所以他留了很多后手在那边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大陆制裁台湾很多次了 包括什么王毅川 他们被制裁什么 然后包括ECFA 还有我们之前的凤梨 这些水果什么 可是我请问大家 我们为什么不制裁大陆 为什么都是他们在制裁我们 赖清人力民很壮 他们制裁我们 那我们也要制裁他 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制裁大陆吗 有 那个林组建不要卖 不是 亮哥 林组建那个贸易顺差很快就降下来的 你制裁他 所以观众朋友 我觉得很多朋友 这个观念一直不正确 我讲一个我的结论 如果赖清德总统执政这四年 两岸关系如果变好了 我2028年我要投赖清德 你们在想什么 这奇怪 刚刚巧欣讲说傅昆奇他们去大陆 希望开放陆克 希望开放的两岸交流什么 你是在野党 你在想什么 你不是执政党 如果两岸关系变好了 那是代清德的政绩 不是你的政绩 没有人会感谢国民党的 你们在想什么 所以今天他取消这个ECFA的项目 他早就该取消 蔡总统这八女 你为什么不取消呢 马总统执政有ECFA 蔡总统执政也有ECFA 那我就投蔡总统就好了 本来就是你大陆方面 对台工作的莫名其妙 承认九二共识有ECFA 不承认九二共识有ECFA 我都觉得很奇怪 那你到底是要怎样呢 对不对 路生路克 所有的大陆的大三通小三通 他的东西是一个配套 他本来就是统战 大陆从1949年之后 两岸分割分支 他对台湾做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刚刚韋佳琪提到那个什么 大陆我们的艺人要表态那个 那个都是统战 你为什么要怕统战呢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我们面对统战的时候 我们的因应作为是什么 所以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 很一样 那怎么大陆对我们这样 他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本来就应该有区别化 你国民党执政 大陆的政策是什么 民进党执政大陆的政策是什么 你本来就应该区隔 怎么会国民党很担心说 我们很担心 我们的民生 我们的路克什么 我对这些路克相关的业者 我很抱歉 我不知道你是投柯文哲 还是投侯仪 还是投赖清德 可是比赛已经结束了 当选总统的是赖清德 未来这四年就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两岸关系的这个说 所以期待两岸什么春暖花开 什么郑文燦是之中派 郑文燦去当海基会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跟这个什么 陆委会的邱璀胜主委 什么梁文杰那些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总统是赖清德 对了 是台独今孙在当总统 是看总统 不是看陆委会跟海基会 总统是谁 下面的人根本没办法 所以你看蔡总统那八年 谁在当陆委会 谁在当海基会 我都搞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东西 郑文燦我们要冷静的来看待 面对大陆的文攻武嚇 我们的立场什么 刚刚梁哥讲说 人家的海警船都开到门口来了 那我们的因应作为是什么 我们要有对策 而不是每天在立法院 刚巧欣讲说立法院打打闹闹 打的四场 那打这四场我们得到什么 我不晓得我们得到什么 国民党老是假想他在执政 这很奇怪 我认为很奇怪 国民党是在野党 在野党的工作是监督执政党 那个立场跟分级要分清楚 大陆的 我刚刚讲大陆对谈的东西 也要分清楚 承认九二公司它的策略是什么 不承认九二公司 它的对策是什么 怎么会混为一谈 我不是希望两岸关系变坏 我个人我是支持九二公司 我承认九二公司 我当然承认一个中国 不然难道是两个中国吗 所以你看今天 在施政总质群的时候 这个傅昆齐去骂那个卓翁太说 什么什么要遵守宪法什么的 国民党你想 你把今天背询的卓翁太 想像成赖总统 很简单 因为总质群的是 是个行政党 你把它想像成赖清德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国情报告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我不相信你们这些立委 巧欣我比较抱歉 我不相信你们咨询什么 不是咨询 就是赖总统站在那里 你问他什么 问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国情报告是一个秀 它是没有意义的 好 我们松石以上的广告就会 回来带您继续讨论